而这个3D打印的共享房屋 则是迎创与沙缸集团的一次成功探索 它的面积约10平米 高度为2.8米 整体受力均匀 抗风抗震 适用于民宿 草原 特色小镇等自由土地 共享房屋接受过各种恶劣天气 极端的环境的考验 目前已在全世界仅有的 三个极寒区域之一 黑龙将那合适投入使用 天天向上屋是迎创最新研发的产品 创意发起人是知名主持人汪涵及天天兄弟 采用3D打印技术一体成型 配有卧室 办公写字台 厨房 卫生间 淋浴设施等 同时还可以配备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系统 雨水收集系统 适用于景区酒店 民宿 现代农业的看护房 科研监测站等各种场合